嗨大家好,我是雨显,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月球 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也是地球唯一的卫星 它是太阳系中第五大的卫星,已知的最大的卫星是木卫三,比水星还要大 月球的直径略大于地球的四分之一,质量越为地球的八十一分之一 也是太阳系内密度第二高的卫星,仅次于木卫一 从地球用肉眼观测,月球是除了太阳外最亮的天体 虽然月亮看起来很亮,但是实际上月球表面很暗 月球的反射率仅仅略高于旧的立青,月球与地球的距离大约是地球直径的三十倍 而月球与太阳的大小比率与距离的比率相近,使得它的视觉大小与太阳几乎相同 从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是384401公里 以每小时100公里计算的话,如果从地球开车去月球,需要连续开16天 光速的话大约需要1.2秒 阿波罗登月计划人类首次登月时,登月总共耗时的时间为8天03小时 其中飞行的时间为7天6小时左右 以现今人类的科技还没有办法直接飞向月球,所以耗时会很长 以嫦娥一号为例,发射升空后,首先会绕着地球轨道飞行 再慢慢加速飞到奔月轨道 总计也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 第一位尝试测量月球距离的人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喜帕恰斯 它只是使用了简单的三角穴,测量的距离与实际距离的误差大约是26000公里 而现代使用月球光测距实验测出月球,以平均每年3.8公分的螺旋路径正在逐渐远离地球 激光测距实验是使用激光雷达测量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 在地球上用激光瞄准阿波罗计划放置在月球上的副反归射器 测量反射光返回的时间,云南天文台利用1.2米望远镜激光测距系统 探测到阿波罗15号的月面反射器返回的激光脉冲信号 成为了继美国、法国、意大利后第四个实现月球激光测距的国家 一般认为呢,月球形成于45亿年前 大约是太阳系诞生之后的3000万到500万年之间 也就是在地球出现不久以后 至于月球的形成有很多种说法 包括分裂说、捕获说、地月同源说等等 分裂说认为月球是由于离心力从地壳分裂出去的 但是要产生如此大的离心力 需要地球在诞生初期有超高速的自转 捕获说认为月球是在形成时被地球的引离场捕获的天体 但是这种假说需要地球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大气层 来消耗月球通过时的能量 减缓月球的运动速度 同学说认为地球和月球形成于同一个原生吸机盘 现今主流的地月系统形成理论就是大碰撞术 就是说早期的太阳系有一颗叫做Tier的行星 差不多跟火星一样大 大概是在45亿3300万年前 特伊亚与原生地球发生了相撞 爆裂出的物质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 经由袭击形成了月球 2001年华盛顿卡涅奇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团队 报告了对月球岩石同位素最精准的测量值 发现阿波罗计划所带回的岩石的同位素特征 与地球岩石相同 而不同于太阳系几乎所有的天体 这违背了之前认为月球形成的大部分物质 来源于台亚的想法 2012年发表的阿波罗月球样品太同位素分析 同样表明月球和地球的组成成分相同 这也完全有背于大碰撞的假说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 例如月球是外星人建造的 是外星人的监控设备 是外星人的基地 是外星人的母舰等等 那月球呢是一个南北极稍扁赤道稍取龙旗的扁球 它的平均极半径呢比赤道半径短500米左右 那南北极地区也不对称 北极区龙旗南极 北极区龙 北极区龙旗南极区挖线约400米 月球是个已经分裔的天体 因此它也有地壳地蔓和地金 月球的内核富含固态铁 半径大约有240公里 此外还有一个流体的外壳 主要成分是液态铁 半径约为300公里 核心周围部分融融的边界层呢 约有500公里的宽度 科学家认为地蔓含有比地球更丰富的铁 其主要的成分是煤铁质 通过地球物理技术发现 月球地壳的平均厚度为50公里左右 虽然月球的密度很高 但是月球的内核并不大 半径大约是350公里 甚至更小 只占月球大小的20% 相比之下 其他地球型天体的比例约为50% 它的组成呢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可能是由金属铁组成的 同时还有少量的流合涅 对月球随着时间变化转动的分析表明 月球核心至少仍有部分是融融的 由于月球是地球的同步自转卫星 它绕轴自转的周期 与绕地球公转的周期是相同的 使得它永远同一面 朝向地球 在早期呢 它以较快的速度旋转 在后来由于地球产生 潮汐摩擦 使得月球自转速度减慢 直到最后 以同一面持续面对地球 形成了潮汐锁定 那我们一般把月球 面朝地球的一面 称之为正面 相对于另一面 则称之为背面 背面通常也称为暗面 但是事实上 它和正面一样 都是会被太阳照亮的 科学家曾使用激光测高仪 和立体影像分析 对月球表面的地形进行测量 月球表面最明显的地形特征 是位于背面的巨大撞击坑 南极 埃托肯盆地 其直径有2240公里 大概是北京到深圳的距离 是月球上最大的陨石坑 也是太阳系中一直最大的 它的底部就是月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 深度达到9.23公里 而月球海拔最高的地点 曾被认为是东南方造成南极 埃托肯盆地撞击所形成的龙起 1994年美国 克莱门厅月球探测器 得出了月球最高点为8000米的结论 直到2008年通过嫦娥一号的测量 认为月球最高点为9840米 位于科罗列福坑以北 嫦娥一号会设空间地图的精度为2公里 而克莱门厅只有70公里 月球有一个非常稀薄接近于真空的大气层 月船一号已经在月球大气中 发现了水蒸气的存在 其含量随着月球纬度的不同而改变 大约在纬度为60至70度时 水蒸气的含量是最高的 这些水蒸气可能是由月球表面 沿屑的水平升华而形成的 月球大气中的气体 有些被月球的重力吸引回表岩屑 有些则由于太阳的辐射压 或者被太阳风的电离后逃逸到太空中 那由于月球的转轴轻角只有1.54度 远小于地球的23.44度 所以太阳的照射对月球季节的变化影响很小 反而是月球表面的地形 对季节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月球北极的提尔斯环形山边缘 有4个区域在整个月球日中都被阳光所照亮 形成了永昼风 而在月球南极地区没有类似的区域 而在极区的许多环形山底部是永久黑暗的 没有受到阳光照射 这些黑暗的环形山底部是极低温的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在夏天的南极环形山底部 测得的最低温度是零下238度 而在接近冬至时的北极测得埃尔米特环形山上的温度只有零下247度 这个温度比冥王星表面的温度还要低 是探测飞行器在太阳系中所测得的最低温度 地球上的潮汐也和月球的引力牵引有关 那太阳的引力对地球海潮的影响呢 大约只有月球的一半 它们互相的引力就造成了大潮和小潮 那在月球表面上呢用肉眼可以清楚的看见有黑暗的相对平坦的平原 我们称之为月海 这是因为古代的天文学家认为这地方充满了水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黑暗的部分呢 是古代火山爆发后 熔岩浆在八地凝结成的广大的玄武岩 和地球的玄武岩类似 月海中的玄武岩含有丰富的铁 而缺乏因为水流过而产生的矿物质 大多数喷发的熔岩浆流入了撞击盆地相连的洼地形成了月海 现在科学家已经在月球正面的月海中 发现了几个拥有盾撞火山和火山穹顶的地质分区 这些是熔岩浆凝结形成月海的证据 几乎所有的月海都位于月球的正面 占正面面积的31% 相较之下 在月球背面只有少数的月海 只涵盖了背面的2%的面积 这被认为和通过月球看探者的 伽玛射线光谱仪所描绘的月球化学图上 所看见的月球正面地壳下的生热元素的浓度有关 生热元素的浓度会造成地面下的温度上升 部分溶解并上升到表面形成喷发 大部分玄武岩的喷发都出现于30-50亿年前的 雨海季 但也有少部分样本的辐射定年显示 其形成于更古老的42亿年前 也有一些相对年轻的样本 最年轻的喷发物经由撞击坑技术测定年限 发现其发生在12亿年前 月球上较量的部分被称为高地 因为它们高于大多数的月海 经由辐射定年测定 它们是于44亿年前形成的 这意味着这些高地可能是在月球沿着海形成时 斜长岩堆积所产生的 月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山脉 被认为是由地质构造事件产生的 这和地球的状况刚好相反 现在估计在月球正面 直径大于一公里的陨石坑 就大约有30万个 其中有些陨石坑 以知名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探险家的名字命名 第一个给月球上地貌命名的人是伽利略 它把月面上最明显的高山 用它家乡的亚平民山脉来命名 1922年国际千文学联合会成立 国际月球地理实体命名委员会 开始对以前命名的月球名字进行确认和管理 从此月球的命名熟行了标准化管理 以规避命名中的乱象 随着上个世纪美苏开启的探院热潮 月球探测不断传回的图像和数据 大量以前观测不到的月球地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本着谁发现、谁命名、谁提交 国际千文学联合会审核的原则 月球上的名人堂又添加了成千上百的主人 祖冲之、张恒、郭守静等 中国古代科学家也位列其中 根据嫦娥一号拍摄到的全月图 2010年中国首次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申请月球命名并获得批准 从此月球上又增加了三个中国人的名字 他们是毕生、蔡伦、张玉哲 中国科学家把嫦娥三号落月点附近 其玉兔月球车探测的区域称之为广寒宫 这三个坑直径分别为420米、470米、480米 被命名为紫威、天室、太威 广航宫就在紫威撞击坑的东侧 2015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重视批准了命名方案 2019年1月3日 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后 科学家开始为着陆点附近区域 月表标志展开命名的工作 在逢卡门坑中央封的东南 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撞击坑 三个坑的连线构成了近似直角三角形 而在地球、北半球、夏夜的夜空 也有三颗明亮的星 也在天上构成了形似三小形 那就是牛郎、织女和天津寺 牛郎、织女之间的是银河 于是这三个坑被命名为织女、河谷、天津 三个坑之间 嫦娥4号的落月点命名为天河基地 月球的地质年代 是根据月面上的重大陨石撞击事件 进行分界的 由于月球在最近几十亿年也没有地质活动 大部分环形山都保存得很完好 虽然有几个多环盆地明显的已经很久远 但是它们还是能用于分派相对的年龄 那月球的表面是不存在液态水的 因为太阳辐射会使水被光解 并迅速溢入太空 但从1960年代以来 科学家假设由归星撞击所带来的水 或者来自太阳风的氢和含氧丰富的月延反应 所产生的水都可能以冰的形态沉积下来 并在月球两极撞击坑低温的永久阴影区 留下可以追踪到的痕迹 电脑模拟预月面的永久阴影区 大约有14000公里 月球上可用水的数量是决定是否在月球上 建造一个月球适宜区的重要因素 因为考虑到成本 从地球运水到月球的费用是极为昂贵的 那近年来呢 已经在月球表面上发现了水的特征 在1994年 安装在克莱蒙蒂娜太空船的双向雷达实验 显示有少量的冰冻的水存在 在1998年 月球看待者携带的重子能普记显示 在极地附近深度一米的枫化层 存在着高浓度的氢 在2008年 对一颗由阿波罗15号带回的熔岩珠的分析 显示有微量的水 存在于球状硅岩酸玻璃内 在2008年 印度的月球一号太空船 使用月球矿物汇图移 确认表面有水冰的存在 在2009年 LCROS送了一个2300公斤的撞击器 到极区永久阴暗的黄心山 并且从喷出的雨状物中 至少检测到100公斤的水 另一个实验数据显示 侦测到的水的量更靠近155公斤 在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一直希望在太空科技领先对方 1969年7月20日 美国的阿波罗11号指挥官 尼尔阿姆斯朗成为了登陆月球的第一人 而这张照片呢 则是第二个登陆月球的奥尔德林的脚印 很多人以为这是阿姆斯朗的 奥尔德林呢 也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从外太空回地球的人 那在下一期节目中呢 我们会聊一些关于登月的故事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谢谢 拜拜